Hello大家好我是白羊 龙珠中炎兆元足足有十几位之多 然而大家知道谁是最差的炎兆元吗 向第一位登场的金属上市 被悟空打爆了脑袋 还有老八为了保护悟空 体内的零件都被捏爆出来了 19号被超赛被吉他扯断双手 20号被17号和18号合谋杀死 14号被超赛特南克斯打败 15号被超赛被吉他打断了脑袋 超级13号被悟空用元气弹打败 看上去炎兆元的下场都很惨 但是这些炎兆元基本都做过坏事 所以算得上是最有应得 但是在所有的炎兆元当中 有一位炎兆元没做过坏事 那就是炎兆元16号 但是16号最终的下场却很惨 之所以说16号最惨 主要由一下三点原因导致 第一点是炎兆元从未杀过一个人 仔细看16号自从被18号唤醒开始 无论是和被吉他等人战斗 16号都只是绑关着 全程都是17号和18号在出手 并且16号很受小动物的欢迎 都知道动物是有灵性的 对危险的感知很敏锐 然而就是这些动物和16号相处很融洽 这点只有在波波先生身上看到过 可见16号其实并不坏 第二点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刚开始16号以杀死悟空为目标 但是当杀戮出现的时候 我们却看到16号的第一次出手 不是对付悟空而是对付杀戮 虽然说是为了阻止杀戮吸收18号 但俗话说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第三点帮助孙怒犯变成超恶 可以看到在杀戮大赛上 孙怒犯刚开始还无法变成超恶 需要一个媒介的引导才行 而触发这个媒介的人正是16号 如果没有16号的一番话 以及16号被杀死的一幕 孙怒犯无法在当时变成超恶 虽然说即便没有16号 孙怒犯也可以变成超恶 但肯定是需要有人祭天 因为当时的小杀戮 已经对悟空等人出手了 即便是满血的被吉他 都打不过小杀戮 更别说是可怜这些实力较弱的人了 所以说16号如果不站出来 那么悟空的队伍中肯定会有人死 随后孙怒犯也能因此变成超恶 算起来16号是为了大意而死 然而当杀戮被打败之后 我们却看到寒星的一幕 神龙可以实现两个愿望 第一个许愿是复活被杀戮杀死的人 然而16号因为是纯粹的机器人 所以第一个愿望并没有将16号复活 但是第二个愿望就说不过去了 可怜直接许愿让神龙 拆除17号和18号体内的自爆装置 这完全就是浪费愿望啊 因为布马就有拆除的能力 因为16号体内的自爆装置 就是由布马完成拆除的 可见可怜的这个愿望真的是很浪费 而一旁的孙怒犯一句话都不说 要知道是因为16号的原因 孙怒犯才能变成超恶 结果打完杀戮之后 所有人都可以忘记16号 但唯独孙怒犯不能忘记 所以说在所有的燕造员当中 16号可以说是一个好人 结果17号和18号都活得好好的 唯独16号独自一人离开这个世界了 做最好的事死后却无言问津 这不是最惨是什么